而接着关心的是原本印象中 淳朴的屏东车程却传出了情杀命案 造成了三人死亡 死者林姓男子是倒卧在田里 而身旁有手枪 警方是寻线追查才发现 他疑似枪杀女友跟另一名男子后 举枪自尽 初步研判应该是感情 酿成杀鸡 屏东县车程乡一名57岁林姓男子 25号清晨被邻居发现 沉溼在车程乡田中路 身旁还有把改造手枪 警方随后前往 与临南交往的庄姓女友住处调查 发现庄姓女子 及另一名江姓男子 倒卧在庄女住家二楼 三人到院前均无生命迹象 那两人的头上各有枪伤 这名庄姓女子育有一名救赌国中的女儿 平日靠卖嫌鸭蛋为生 母女两人相依为命 警方初步研判 可能是零姓男子 不满庄姓女友令结辛欢 因此枪杀庄女和情敌后 举枪自尽 临南与庄女已交往七八年 如今却因为一时争风之处 酿成三人死亡的悲剧 警方也积极展开侦办 相信其形还在深入调查 联合报张静安屏东报导